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信物飞翔 在回老家之前呢 我一直以为 金灵沙或者乌鱼这种飞机的收心很慢 可能要一分钟多 但是呢 今天长进去了 没想到不到30秒 他就已经把他点椅收心了 现在来飞一下 说实话 乌鱼 你想飞乌鱼的话 确实是这种环境 比较适合 室内是真的不适合乌鱼 刚好呢 我现在工作室楼顶 就是这个天台 所以现在上天台飞很方便 你看 乌鱼在室外的话 他的稳定性还是很OK的 他都不要动了 我们上天台 乌鱼开始跳怂了 这个一边变形一边下降这个操作的话 最好变些 除非呢你对物依的降落速度 跟它的变形速度非常非常熟悉 那你可以这样子 但一般情况下你最好等它变完再下降